大家好 歡迎收看Ware is all time 我是 Will 今天又是禮拜五了 TGIF Thanks guys Friday 然後今天4月15號 那今天我們講的東西大概跟昨天其實還是差不多 在講什麼呢 在講說我的股票一直噴 每股台股卻一直跌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這幾天都一直在講 我的股票到底為什麼會一直噴 抓一直噴的股票需要眼光 上車趕快下車需要經驗 所以趕快叫我的LINE跟Telegram 我們在私訊聊聊 那昨天呢4月14號 我們在簡訊Telegram跟LINE裡面其實就有提到說 前兩天的大盤不是很給力 前天的這個反彈呢也是很空虛的 但是只要看清楚這個狀況呢 不管是大盤上漲還是下跌 某一些特定的區塊都還是持續在上漲 然後我們也提到一些個股 那這些個股呢 其實也不是我們前兩天才提到的 是我們從這邊4月11號 甚至上禮拜的節目跟LINE跟Telegram裡面的簡訊 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到一些 防疫概念股戰爭 社會股 ABC 亞諾法報 林富錦伯泰會光臺肥 那我們亞諾法也是4月1號就已經買進了 那是後續的一些呢是不斷的太患進進出出 有太舊換新的一些狀況 那最後我們才去有今天的一些持股 我們等一下可以再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持股的這些表 那今天台股的大盤呢 是又下跌了1.4% 跌了200多點 那是持續量說2600多億 那是收在開低走低收在17004左右 那其實這是一個非常危險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所有的均線 都是一個空口排列向下 那KDRSI 量能指標等等 也都是一個弱勢 相當弱勢 那現在已經是卡在1700這個點位 那如果下禮拜沒有一個強勢的利多 去支撐一個反彈的話 那一旦跌破的話 大跌的可能性其實是非常危險 那如果說你手上還持有 還繼續續報台積電接也跌了1%多 聯發科今天跌了3%多 前天的這個漲幅反彈呢 全部都跌回去了 那如果說你手上還是持有 一些大型的這個全資股 甚至一些你也搞不清楚 他到底在做什麼的一些科技電子股的話 真的要特別小心了 在接下來的這個禮拜 OK 那我們也不是說 我們講的永遠都是對的 就是前天反彈 就是我們不會去預測市場的上下 所以前天市場反彈的時候 我們也一度有進一些 像是新龍台肥 元金 車王電 系統電 安吉 一通仔 一些市場上不管是法人 或者是各方面的投資人 比較在看好的一些科技電子類股 但是呢 昨天因為我們用技術面 去看這些個股 其實他們已經是轉弱的一個狀況 那再來說我們看大盤 美股台股的這個全球風險 也是會重新再回來的這個狀況 我們就全部把它們砍光 所以這邊要說了 不賺錢 甚至有可能會賠錢的股票 我們要當季立斷立馬砍光 我們要保持我們的選股配置 要能靈活 還有風險控管要能嚴守 OK 那昨天呢 4月14號 我們在簡訊裡面還有提到 就是比較晚一點下午6點的時候 我們有提到說昇華科6492 它是防疫概念股的新黑馬 昨天它才剛墊高一根 那我們說它會不會噴出 我們可以拭目以待 OK 那今天呢 它馬上就是一個開高走高 開盤不久馬上就上攻漲停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的KD跟RSI 目前都是超偏多 然後也滾大量出來 所有的均線呢 也是呈現多頭向上的一個格局 那昇華科它是幹什麼 昇華科它之前其實今年年初的時候 它就有公佈說 它就是在做一些乳癌抗癌的一些藥物 但是那時候並沒有特別的一個明顯的 消息面的利多 所以股價還是持續的一個下滑狀況 但是前一陣子前面一個月整理完以後 我們看到技術面它是一個很很完整 就是萬事俱備直欠東風的時候 它前兩天就公佈說 他們目前在疫情擴散的那個情況下 他們的這個防疫疫情的這個口服藥呢 即將要上市 而且已經在醫院在試用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們今天果然就是一個 爆大量的一個就是開高走高工漲停 那後續它還會還可以噴多遠噴多高 我們就是不去我們不去做任何的限制我們的獲利 我們就後續再看那需要停損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來分析說到底是為什麼 OK那這今天4月15號 我們可以看到剛昇華科我們也不是在瞎說的 實際上在我們左上角這邊全部庫存這邊 我們就加入了今天的庫存 包含原本有的ABC保齡附警 OK今天又是一個漲停 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這邊 今天台股跌1.4%開低走低 但是我們卻持股裡面卻有三分之一是漲停 這是這其實我自己本身都蠻難以相信的 因為這個可能真的是運氣蠻好的 但背後還是要做很多努力去看基本面分析 消息面分析技術面分析等等 OK那這邊是今天的庫存獲利 這邊大家可以看到亞諾法 我們4月1號就爆 現在已經獲利將近70% 那ABC潰光保齡附警後續加入 目前也是獲利了1.20%的一個狀況 OK那前面一樣我們看到今天呢 三富跟東減雖然我們現在還是獲利 可是它今天是有一個轉弱 今天三富跟東減都各跌了差不多3-4% 4-5% 那所以我們就去關注說 OK我們前面提到就是說 有可能會輸錢 甚至不繼續幫我們賺錢的股票 我們要當機力斷去把它砍掉 不要猶豫 不用砍垮 對不對 就是因為我們買股票就是為了賺錢 我們買股票不是為了做研究 我們買股票也不是為了跳探狗去砍垮 我們買股票是為了賺錢 所以當它不能賺錢的時候 我們就寧可少輸 好不好 就是暫時的就是先砍掉 那後續實際對了我們可以再進來 那剛剛提到說三富東減今天轉弱的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會來看它怎麼樣 會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停損點 那以三富2743來看呢 我們看到說它今天的這個KD跟RSI 都是呈現一個近乎要發生死亡交叉的狀況 然後是爆量下跌對不對 爆量拉回 OK 那我們就會去設前波就是前天 它是一個近期的大量的這個K棒的這個上緣呢 就是最近期的一個支撐 也是一個最近期的一個跳空思考的這個下緣 最近期的支撐我們就會把它當成一個短期的一個 這個停損大概在53.54塊左右 也是差不多五日均線 所以只要明天後天它一旦跌破 如果這個水位的話我就會停損出場 OK 我就會停損出場 就是有賺到一點也是賺 至少不要賠對不對 那但是其實這種股票很有可能 它洗下去它洗到停損點以後 它馬上就漲回來 所以我們要看收盤價 我們要以收盤價來很聊 那東減也是差不多這樣子的狀況 也是我們看到KD跟RSI 跟這個量能指標呢 還有這個主力進出這個籌碼呢 都呈現前面兩三天 是開始呈現一個拉回修正轉弱的格局 所以我們也開始找這個停利點 那停利點也是在前波 就是在上禮拜五的這個大量的這個小紅K的這個上緣 是在差不多62.5塊 62塊左右 OK 所以明後天只要冬前一跌破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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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位的話 我也會先出場 那後續再看 是不是應該有更好的進場點位 所以再次重申 在這個股票 在這個股市呢 整個四月到目前為止兩個禮拜 都是跌不停的這個狀況 但是我的股票卻不停的逆勢狂噴 然後呢 有技巧的追高真的需要經驗 停利停損的策略也需要專業 所以拜託 趕快叫我們LINE跟Telegram 我們可以私訊來聊一聊 那隨時我們有任何即時的消息 不管是在盤後盤中 我們也會透過LINE Telegram發給大家 大家都可以進一步去參考 那今天因為又是時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大概只能聊到這樣 那也不要忘記幫我按讚留言分享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那祝大家週末愉快 我們下次見 拜拜 來吧 比我來吧 來吧 來吧